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绝 相信大家已经看了上一期僵尸蓝皮的推荐视频了吧 是不是感觉都挺不错的呀 作为恐怖游戏的话 小绝觉得这样的皮肤才是最合适的 可能有小伙伴会发现 为什么少了两款呢? 空军和捷克的呢? 至于空军嘛,因为变化不大就直接跳过了 但质量也是不错的呦 而本期要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捷克的失鹊之人 一款圣愿伯爵的低配版蓝皮 为什么说低配版呢? 直接看对比视频吧 首先是看整体的色调 黑色、血红色、白色基本是一致的 再接着看视频 最明显的就是胸前的花式挂件 虽然伯爵是有两朵花 但是从挂式的位置款式上看 这都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从以上两点可以基本的断定 这两款皮肤某种意义上 就是高配金皮和低配蓝皮的一个设计 如今伯爵已经下架了 所以对错过了并且还想得到的小伙伴 估计也没机会了呦 反省的话至少也得半年以后 所以在那之前呢 不如考虑一下抽一下这款 圣愿伯爵的低配版蓝皮 切尾支援吧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